開機 把一筆放進去 插到USB 紅瓶 然後去找出一筆的鍵點出來 把系統放進去 你們現在在座的時候 有沒有弄不清楚感 如果弄不清楚就去手 拜託我們杜小姐過去幫你看一下 過去幫你看一下 因為三個禮拜我們還沒有開始 把這一個書以來給各位用 那麼現在已經開始 以後每堂都會用意義給各位來使用 那這個一筆呢 是由我們 書法醫護士保管 不要換 那個本罐來留一下 記得了 那這個一筆 書法醫護士保管 每一次上課的時候 每次上課的時候會帶來 帶來然後在這裡 你們就按照一個編號 在這個編號上面 你要把你的名字簽上 簽上去你就拿去用 下課的時候 你就按照裝向 裝進去的這個包裝的方式 再把它裝好 然後把電腦關起來 關起來之後 把這一筆拿回來交換 交換的時候 在那一個後面 還是要再簽名字簽 表示你已經交回來了 這樣子我們才會去保管 一筆 那麼一筆的應用 現在還沒有到那個應用的階段 我等一下再跟各位說明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 先把一筆裝上去 把一筆裝上去 那麼要裝上去 你一裝上去以後 應該在我們的那個 大概在我們的電腦上 大家的電腦上 那一筆我們來看一下 那應該有一個 很清楚的 像這樣子的記號 各位看到沒有 像這樣的一個記號 像這個記號 像這個記號 你在這裡一按 按了以後 你就跟它 這個什麼呢 什麼呢 那個地碼 什麼都跟它按取消 都沒有 然後出來的時候 有空 現在 如果你已經按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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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現在的這一個 戒定應該是這樣 你們看看有沒有 有沒有到達這樣 有沒有 有沒有 不要關 你們下次記得 這個門不要關 上課的時候門不要 你如果關你出去 再進來 那個門就馬上去上鎖 麻煩 有沒有到這個欠念 有沒有 有誰不知道 先進來這個欠念 看到沒有 不知道 就是舉手 不曉得舉手 等一下 我們那個 杜雅你再跟他幫忙 就是讓他們 進入這個欠念 一定要進入這個欠念 來 然後 你打不開了 你們 你們看看好不好 這個欠念 現在 看現在這個上去 這個是35對不對 你就在35這裡欠 那個底子 然後先借回去用 先借回去用 先借回去用 好 那通通都進入這樣的一個欠念以後 我就回到了 我的那個 講座那天 我來聽各位講 基本的應用 基本的應用 然後你們跟我一樣來進行 好不好 跟我一樣進行 各位開始的時候 都一定要知道 它是怎麼用的 因為這個一筆 它是用磁性感應 磁性感應 然後大家都知道 我上個星期間介紹了 這是我們丹丹大學 為人類書寫工具的一個貢獻 丹丹大學原基原位 在我們學校所研發出來的東西 那麼 這支筆 這支筆 一定要配合著那個書寫板 才能夠達到磁性感應 才能夠達到磁性感應 當它磁性感應的時候 它就能夠按你書寫的時候的壓力 你壓下去 它就會出 提起來 就會細 那麼 除了自己的這個應用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在我們的這個介面這裡 有一個筆寬設定 有一個筆寬設定 這個筆寬設定 是讓你去取用你所想要的筆的寬度 換句話說就是筆的大小 如果比較細一點 比如說這裡現在寫的是1.5 如果是1.5 你一下一下去 你再寫的時候 它的筆畫大概就是現在 我所寫的 一筆松緩刻 這樣子的一個筆畫 就接近我們所用的 硬筆、鋼筆或是原子底 當然它以原子底、鋼筆跟銳筆的就是 它的筆封可以出現得非常漂亮 筆封出現得非常漂亮 那麼這個是筆寬的設定 我們可以在這裡 那麼我現在就回到 我講說這裡 我來開始 各位一起好不好 各位一起 好 來你們如果到這裡 另外一個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它用滑鼠幾乎是一致的 因為這支筆本身也是個滑鼠 這支筆本身也是個滑鼠 那麼這個筆上面有一個按鈕 按鈕 按鈕你不要 你在寫的時候你不要去碰到它 因為你一碰到那個按鈕的時候 你一壓下去那個是右鍵 當然用右鍵你要寫的時候寫不出來 所以你在打筆的時候 盡量的平點去按到上面的按鈕 不要按到按鈕 那麼有很多人可能會質疑說 我們上寫毛筆書法的時候 筆應該是直的 筆應該是直的 那我們用這樣的一個字筆 是什麼樣的一個方式來指筆呢 那麼其實你也可以模擬毛筆的拿法 好像這樣去寫 但是往往你用毛筆在 毛筆的這一個拿法 很多人一共拿得不夠精確 所以在寫的時候寫不好 或者是有一種恐懼感到 就用毛筆不太容易 所以我們當時在研發的時候 就採用了一般的筆的指筆的方式 跟一般指筆的方式 就是照你平常的指筆的方式就可以 那麼如果你希望將來進入毛筆 能夠順利 而且會更方便的話 那麼你盡量在指筆的時候 拿稍微的指筆一點 不要拿太斜 稍微拿指筆一點 那麼用這樣的方式來進行 那麼筆筆跟日後要跟毛筆來結合 是完全可以一致的 那如果筆的拿法 筆上面的重點 要點都知道了以後 那麼我們現在還是先從筆寬設定這個地方開始 好 來 從這AAAEAs 從箭頭這裡一按 就可以張到 你你從0.1 一直到這AAA個 01-22Y-22G 22X有多大呢? 如果按上去的時候 你把這裡寫 你在這裡寫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有這麼大 這麼粗 比你現在的畫面 所寫的還要大 它可以寫得這麼大 二十二G 我們再往最小的 我們來看最小,最小是0.1 這0.1其實是0.125 這個0.1寫的時候我們就這樣細 幾乎看不見很細 那中間的,我們一般會把它擺在十 以十來做我們的中間值 以十的這個比寬做我們的中間值 那麼十的話呢,寫起來大概是這個 那麼根據這樣子的比的寬度 你把它頂好以後 你把它頂好以後 那麼就按照我剛剛講的 壓下心除,舉起來是7 這個毛筆的甲子一樣 我們用毛筆,毛筆就是中間的就是有彈性 就是有彈性 這是我們用毛筆的一個中間的甲子 那麼我們現在用第一筆 事實上它也擁有這樣子的一個價值 也就是它可以提,可以按 那麼重點在我們用磁型擺印的時候 它的那種擺印度 比我們用毛筆還要擺成明明 還要擺成明明 所以我們寫起來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 這一個提案相當順手 提案相當順手 那麼這個是一個理寬的那個 那麼我同時在這裡給各位介紹 你們在右邊 在右邊 在這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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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看到 在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有什麼作用 這個是你們每一次在用的時候 在練習的時候 都會膨脹的需求 有一個功能 一定都會膨脹的 就是這一塊 各位看到這塊 你們可以試試看 就照我現在已經寫好的這個部分 我們來看看有什麼功能 然後我來回到 那麼從這個地方 這裡呢 是回復 回復裡面來寫的 那麼第二個 也是回復 只有右邊的這一個呢 是往下 那麼這裡 我們可以看右邊的這一個 各位看到這一個 這個 我再按十六個 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很重要 這一個 這個按鍵 這個按鍵 這個按鍵為什麼很重要呢 你一按就知道 如果你寫了 有你一按就知道 它會重複的撥充 你所寫過的過程 整個你寫過的過程 它會重複 會重複撥出 那麼速度 可以按到你自己想要的速度 這裡有一個設定 設定這裡一按下去 這裡有一個快和慢 快和慢 你要是快 就拉到快 然後在這個 下面這裡 再按一個確定 那麼當它一按下去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了 它是非常 這個速度就會變得很快 速度就會變得很快 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所介紹的第一個 這樣的一個工具 那麼左邊這邊 也就是剛剛提到的 左邊的這邊 左邊這邊呢 如果我們按這個 我一按 它就回到前面 如果你一按下去 它就回到最原始的 你通通不見了 回到最原始 那你也不必擔心 你也不必擔心 當它按下去 如果沒有在上面做任何動作的時候 即使它還存在 它還存在 那麼你可以在這裡按 它就第一筆 第二筆 第三筆 第四筆 就這樣子 第一筆一滑 在這裡呢 就可以按出來 在這裡就可以按出來 給它 把我剛剛寫過的 整個再拉出來 那如果我按這個按鍵 向左的 回覆的這個按鍵去 向左的 當然它就可以 將你寫的 往回退回去 往回退回去 這個往回退回去有什麼好處啊 就是當你寫錯了 你可以退回去再寫一遍 退回去再寫一遍 你可以讓它一次出來 甚至於在第四個 第四個這個地方 在第四個這裡一按 它全部回覆 一次就回覆 一次就回覆 那麼你如果這裡一按 它就繼續的整 你要它一次按 一次出現 你就這裡一按 它就一次就出現了 所以這一個部分 其實在我們的這個學習上面 這個部分啊 是非常重要 這個部分非常重要 那麼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還可以看其他的 可以看其他的 比如說 我們在練字的時候 我們在練字的時候 我們希望有格線 比如說這裡 你按這裡有個線 四格線 顯四格線以後 這裡就有各種你想要的格線 你這裡按一個套用 這個格線就出來了 格線就出來了 你會發覺 你會發覺 這個格子很小 格子很小 我要在這上面寫一個字 根本 很難寫 很難寫 其實我用最細的 我用最細的 我用一 我要來寫 好像都看不大清楚 看不大清楚 那麼在這樣的景點下 有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也是我們這一個界面裡面的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這裡有一個螢幕倍數 有一個螢幕倍數 有一個螢幕倍數 不曉得你看到沒有 這個螢幕倍數 在這個地方有一個螢幕倍數 那麼這個螢幕倍數 你一按下去 按下去 就是拿一個勾 拿一個勾以後 右上方之間 這個畫面這裡會出現 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兩百 百分之四百到百分之八百 當你按百分之兩百的時候 那麼它的這一個 你在這一個畫面上面 你要用的這一個部分 已經變成兩枚大 你把它拉上去 就回到一個地方 你可以在這一個小方塊裡面 去拉到你想要的 那麼當你寫這樣子 把它拉到這樣寬 然後這麼大 你就可以在這上面寫 在這上面寫 這樣子就感覺上 在書寫的時候 就會比較方便 不像剛剛的格子那麼小 那麼你寫好以後 你要回覆到 原來的百分之百的 這個定位的話 那麼你就再一按 它又回來了 它的資質就這麼大 那這些都是 可能各位畢定 畢定會用到的功能 那其他的功能 比如說背景設定 加入印章 那麼這個以後 以後我們才會 來看到這個東西 那再來 我從這裡可以開啟檔案 那麼開啟檔案的時候 整個畫面都不公平了 那麼在這個地方還有一個 你可以用顯示範帖 或者開啟範帖 這裡有一個顯示範帖 或者開啟範帖 都一樣 那麼你按下去 就會出現這個部分 都會出現這個裡面的資料 這裡面的資料 它有很多內容 有很多內容 比如說 你可以從這裡面 找出支貼 找出支貼 這個支貼出發 都是動態以外 你也可以找出這個支貼 按出來 它是可以讓你來描統練習的 可以讓你來描統練習的 這個是顯示範帖的一個功能 直接可以在這上面就可以練習 直接在這上面就可以練習 練習後 你可以把這個範帖 就去掉 寫示範帖 就去掉 那麼你剛剛促習的 那就會再寫一遍做 再寫一遍做 這個是顯示範帖的部分 那麼其他的 你都可以用拍啟範帖 去找到你想要的資貼 所以說動態字給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馬虎仙談記 從這裡面 就找 剛剛的字都在出現 它不需要描統 它直接讓你去對應的 那麼這裡面的字寫的字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很重要的特點 就是它是會動的 所有裡面的筆跡都是動態的筆 全部都是動態的筆 那麼這個是我們現在在用 異谷的一個非常特殊的地方 非常特殊 這一次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這樣的東西 這些字寫都不是我用手去洗的 我是用另外一個技術 另外一個技術就是 把古典的被寫 透過了筆畫的拆解 把筆畫拆解下來 再重新組合 組合到原來的字寫 把原來的字寫的字再回覆過去 那麼這個時候 我們就透過了動態筆跡的這個技術 讓這個筆畫 就變成書寫的方式呈現 讓這個句話呈現書寫的方式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 就是當你要寫某一本字寫 而我們已經做好動態筆跡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 它這個上面這個字 到底是怎麼寫的 它可以放大 它可以放這麼大的 可以放這麼大的 也可以停止 停下來 在那裡 再看 停下來 再看 也可以退回去 退回去 退回去 再來 都可以重複地 不斷地讓你去理解 每一個字 每一個語話 是如何去寫出來的 然後你就按照你所看到的這個部分 你自己來進行練習 比如說我要看 我要寫這一個有 那我這個可能還是可以回到中間的十 一般來說 用十來作為我們的一個基本 這個是很太大的 可以用稍微再小一點 我用六應該就可以了 這樣子來練習 剛剛看過了 我們現在 就拿這個來練習 來練習 一旁邊可以看它的動態的 以及一旁邊 就可以自己在這上面來練 然後練習 再練習 這樣子就讓我們的這個學習 可以加深 而且更容易進步 那麼除了這樣的練習之外 就是剛剛講的 可以寫吃飯題 寫吃飯題 當你把飯題 這個顯示出來以後 你直接在上面有一個練習 那麼這個是我們講到的一些 基本的功能 基本的功能 那麼你說寫過的 你說寫過的 你說 你在這上面 你不管 不管你上面寫了什麼 不管你上面寫了 或者說寫一個 我譬如說 我隨便寫兩個字 寫個雲端 比如說寫個雲端 或者是你自己去練習的 那麼你想要把它保管下來 你想要把它保管下來 當你要把它保管下來的時候 其實很簡單 很簡單 你在這裡有一個儲存筆記 儲存筆記 當你把這個儲存筆記 按下去 按下去 然後它可以確定 它就已經可以 把你的這個 手寫的筆記 存下來 它就可以隨時的可以存下來 存下來 存下來 這個筆記 是屬於我們的 STK動態筆記版 那麼這個 STK動態筆記版 當你存下來 除非在有這樣的驅動程式 也就是有動態1比1 以及動態的這個驅動程式的電腦 你才能夠看 否則的話 你就看不到 那麼在這樣的情形下 如果你想要留下你的自己 那麼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也就是存存有膽 你把它存存有膽 它你要用BMP或者是KPEG 你都可以把它存下來 真的可以存下來 所以我在上個禮拜上 會的時候告訴各位 你可以帶那個隨身體 如果你們自己有帶隨身體 你就帶來 你就放在電腦裡面 然後就存在你的隨身體裡面 那你當然也可以就存STK檔 也就是動態筆記 那麼這個動態筆記 STK檔有一種特殊的一個技術 就是它的那個儲存容量 非常小 非常小 很小的小 不只是動態 而且它可以把這個動態筆記 隨時可以轉成AVI影片 AVI影片 一般電腦的影片 但是它們存檔的需要的模樣 非常小 那除了這個 那麼你就先把它存下來 你就可以把它存下 存下STK檔檔 那你家裡沒有 使用一筆的工具 那你看不到沒有關係 那你下個星期來上課 你同樣的可以再把它放出來 你可以接續下去 你可以接續下去用 你可以不斷地一直用下去 那麼這個是跟各位來介紹 那現在上面有這個隔線 我可以把這個顯示隔線把它去掉 把這個哪都 同的都一按去掉 這個 所以隔線有沒有 當然現在還用不到 等到大概兩個禮拜 放在這個童章裡面 放在這個童章裡面 你就可以把它這個童章叫出來 把這個童章直接叫出來 那你叫出來 你就可以直接 就可以蓋上去 那這個現在我們還用不到 那知道這些部分以後 我們現在開始如何去熟悉跟使用 那麼在這裡呢 我們設計了有一個 就是新手合一的 這樣的一個學練習 你還是一樣按照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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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神來一筆的書法飯帖這裡 回到這裡 你回到這裡 這個要回這裡很簡單 你就開琴筆 開琴筆呢 那麼這個是剛剛我已經用到 那個飯字的選擇 我就讓它回去 就回到這個地方 你們一按應該就是會到這裡 那麼從這裡一按下去 按下去以後 有一個 眼熟液體 最上面的眼熟液體 那我建議各位 把這個眼熟液體 把它叫出來 把它叫出來 當你把它叫出來 它就是這樣 這個無法抬起 我用的跟打不一樣 沒有關係 我換另外一個 我就可以 裡面一定可以開琴 裡面一定可以開琴 我就用另外一個 因為我這裡面的檔很多 檔很多 那麼我必須 找一個 可以開琴的地方 我用另外一個 其實是一樣的 其實它是一樣的 然後我把它開啟 開啟以後 它就會出現 它就出現這個 它就出現這個 它就出現這一個 各位手上 電腦有沒有出現這一個 如果有出現這一個 你可以在這上面 劃個幾分鐘 劃個幾分鐘 去稍微休息一下 因為它有一個特點 就是我們平常 在拿筆寫字的時候 你寫在紙上 寫在什麼東西上面 都是你用的筆 所寫的 你是直接可以看到 但是一筆呢 它出現 筆畫字的出現 不在筆寫的那個位置上 而是在螢幕上面 就很像滑鼠的使用 滑鼠你怎麼樣去轉怎麼動 在手上也都看不到 都是要看到 從那個螢幕上面 螢幕上面來看 那麼位置上 除學了 就剛開始 接觸這一筆的人 它能夠順利的 繼續把你的眼跟手 把它分離使用 但是它能夠就是來應用 使用的時候 看的時候是分離的 就是筆在書節版上 字在螢幕上 但事實上 它剛剛還是有成的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練習 我們就設計了一個圖案 設計了一個圖案 比如說這裡呢 二級 當然不一定都是二級 因為每一個人的練法 我們打小不一樣 有的可能還要再小一點 有的可能還要再大一點 反正你就差不多你二級 然後呢 在這上面 就去練習 練習 讓你的這一個運意 在使用上面 能夠更為順利 更為順利 更為順利 你可以順著這樣 你可以順著這樣 你一定沒年輕人的手 絕對比我還要問 我沒有那麼多 如果我看不太清楚 你一定會很清楚的去看到 這個是用二級 然後你用十級 你都會用四級 在這裡呢 可以讓你練習提案 提案 這個可能不需要用到十級 因為我現在手上的這一台電腦 它的那個 好像觸摸量很大 我們就稍微的搖一下 就用這樣的方式 你自己從一、二、三 這三段 自己來做一個練習 稍微花幾分鐘 把它稍微練習一下 把它練習一下 然後你練習得差不多了 我們再來進下一步 我們再來進下一步 那麼最下面的這一段 它有提案 提案就是壓下出 提起來形 那你畫的極數 這一個十級、五級、二級 是告訴你它有大、小跟中 那麼你自己去調整 適合你的現在面的極數 要比自己去適合 因為每個人用力的程度也不一樣 你用的力量大 那麼它出現的筆畫得出 你用力量小 出現的筆畫就會比較細 我相信你們 好好地 經我講的、我介紹的 我去做法 一定會很快 因為 這個一筆 它從開始研究 開始研究 在2000年的時候 開始研究 在我們代價研究 那麼當時就是完全由我 去自訂一些要求 自訂一些要求 然後由我們資工系的教授 資工系的教授 最主要的就是包括郭清華教授 或郭文斌教授 那麼在帶著研究生 那麼共同來研究就是 我在書寫上面的需求是什麼 然後根據一個需求 然後去研究它的這個技術 那麼經過了大概六點才把這個技術 研究出來 把這個核心技術才研究出來 那麼所以 整個從開始 無中生有 一直到現在 能夠方便地去應用 而且可以應付各方面的這個需求 就是說 完全是在 我的一個需求之下 要求之下去做的 那我現在來這裡 跟各位做說明 介紹 應該算是第一手 應該算是第一手 任何外面所介紹 我們剛才聽到 通通就是從我們這裡所介紹出去的 包括現在 我們在國務紀念館 現在還在展覽 叫《書位一筆書》 你們有興趣 都可以去國務紀念館看 一直到二十九號的結束 二十九號的結束 那麼我在前幾年 也在國務紀念館的書裡 發表了 悟空的一些 書法國寶的動態品記 動態品記 都是用我們現在這個技術 所以你就照我講的 按照現在這樣子的這一個練習 你們先練習看看 這個不一定 現在你有空的時候就可以拿出來 對不對 整個就是要 但你去知道說 當你在用一筆的時候 你不能看著 不能看著書寫版 你要看著螢幕 看著螢幕 完全出汗 你看我們在使用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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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鼠的要點 它是一樣的 跟滑鼠的要點是一樣的 那裡面掌握這樣五個言 稍微 用這一張 用這一張 這一個 圖形 按照上面的 這個圖形去 練習一下 你就很快 就很快 有沒有在練習 你們不要去轉其他的 目前還不要去轉 你又要轉到其他 你要進入網際網路裡面去找很多資料 都會告訴你 你怎麼樣去找一些你想要的資料 但是目前你先掌握住 因為木鐵田掌握住 我在這些書面都會很報導 下一星期 下一星期 日本 大概有二十個學生 日本來的 日本 不會講中國話 村總的日本 日本學生 剛才 村總 不會講 因為他是 到 但家來 要來看什麼 要來 學一批石魔花科文 向鐵田 就跟我們一起上課 跟我們一起上課 所以你們好好練習一下 不要像個禮拜到五 不要像個禮拜到五 他們應該會在 我邀請他們九點半 就先進來教訓 先進來教他們 先進來教師 我先告訴他們 因為 如果跟各位一樣 試練師們再進來 然後我再告訴他們 他們介紹他們的場地的話 他們聽不懂國語 跟你們接不上 那麼 他們就 在 十點五年 九點半天到 大概花了三四十分 我會先用日語 用這種話 去介紹給他這種文 如果你們想聽 你也沒做點辦法 如果你聽得懂 玉文的話 你會來 來看看 你跟玉文怎麼講 你的內容 如果我會講的話 我們就直接來做介紹 那麼介紹完之後 訓練十分 你們就進來 各位準時一點 不要難怪 日本的學生來這裡看看說 我們帶這樣的同學 這個上課還三三來辭 我們就準時十點半 來拿到這個 就靜靜地做到我們的座位上 然後 通通都做好 我們就一起 跟日本的學生 他們也跟各位一樣的內容 我會在三四分鐘左右的時間 先讓他們休息一裡 然後再進入我們下個星期的課程 跟各位一樣 他不會吵到各位 不會影響各位 不會影響 但是來可以讓他們去理解 說我們的一筆 是什麼樣的東西 可以讓他們帶回 像這樣的情形 其實從台灣來的 其實也 每一年都要多幾次 每一年都要多幾次 都是希望到台灣 台灣來了解 學習 包括中國大陸 他們也都是希望到台灣 那各位身處在淡江 我們就很方便 就可以在這個教室裡面 就可以去運用 然後我們要解 可以讓他們去玩 一筆的這一個書法 學習的話 最後的目標 我們還要把 一筆跟毛筆結合在一起 讓你用最快的速度 超越一半 毛筆學習的速度 能夠跟毛筆結合 那麼 這樣一來 不僅是有科技的 一筆的書法 還有毛筆的傳統的書法 就在英國學習的上課 都能夠學到 這個效果 是真的很滿意的 我們上一次開這個 有看到 大概幾乎每個同學都非常高興 都非常高興 能夠在電導教室學術上 學的不僅只是科技 學的還是有傳統的 書法的這一個藝術 好 那各位都練了嗎 真的練了嗎 我不敢講 如果真的練了 我就接下去了 我要接下去了 不浪費太多時間 這個只是給各位熟悉 不過以我的經驗 只要你真的按照這樣去做的話 各位都是電腦的人手 對於電腦很多 非常厲害 像我們這個老頭子 對電腦是一點不一樣的 這樣你們絕對是電腦的老子 所以你們發屬用外 那麼相信你們的能力很快 也就能夠進入這一個 也跟手分開右 但是可以一起 如果OK吧 我們這一段 就暫時打不住 就暫時打不住 不要發太多時間 等一下還有時間 讓大家取這個應用 那麼要取掉這個部分 因為這裡面有彼圖 然後有它的圖片 如果要取掉這個部分的話 光是回復 比如說在這個地方按回復 按回復不行 它只會滿血的回復 圖形還會在 那要把整個圖形拿掉呢? 那麼就是要從 開心檔案這個地方按下去 最下面這一排的 最左邊的就是開心檔案 你從開心檔案看一下去 然後告訴它 我不要儲存 一按 然後這一個圖片 整個這個上面的這一個圖形 它就會去掉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現在在開心檔案這裡按一下 不儲存目前的重點 不儲存 然後我就一按 就沒有了 整個這個就沒有了 那如果它剛剛的那個回復 回復到最先的 就是把你寫過的 讓它回復 把它寫過的讓它回復 好 那現在回到這裡 我們回到原先的地方 我們再從裡面 淨有的 就是現在我們的數位音裡面 淨有的內容 我們來稍微做一個介紹 那它這裡有一個書法要點 書法要點 你要聽 你就打開來 它這裡面有一段 什麼是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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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有聲音的 那這個回音坦 這個回音坦 只是告訴你這裡面有這個東西 那我們再來看第二個 就是硬筆 現在的這個工具裡面 包括兩種 一個是硬筆 一個是毛筆 那麼我們以往在寫字的時候 如果是硬筆 所謂的硬筆 就是用硬筆的材料 所做的 所製造的 書寫工具 稱為硬筆 就是包括我們經常在使用的 鉗筆 圓筆 鋼筆 鋼筆 什麼奇異筆 這一些硬筆材料 都稱之硬筆 那毛筆呢 其實是軟筆 但是軟筆 就是用毛筆 來做的筆毫 所做成的書寫工具 那這兩者會有什麼差異呢 如果是以硬筆來說的話 以硬筆來說的話 它是比較細的 是比較細的 我們看鋼筆 自己都是比較細的 那麼還有一個是 不具彈性的 就是筆本身沒有什麼特別彈性 沒有什麼特別彈性 那麼毛筆 可以從實的一直到初的 那本身具有彈性 這個是我們的傳統工具 一個硬筆 一個毛筆 一個特殊的筆法 那麼這一筆呢 它沒有這些 不需要這樣分 其實是不需要這樣分 那麼我們硬筆只有小的筆 細的筆跟粗的筆 那我們把細的筆呢 我們把它歸為叫做硬筆 但事實上這個硬筆呢 它還是帶有一點點彈性的 因為我們實際感應 只是它因為很細 所以它感覺不到這個彈性的 這樣的一個輕重 或者是筆畫粗細的按牌 唯一的跟鋼筆感受到的就是 它具有影封跟鋼筆的類型 鋼筆 我們如果是用鋼筆 鋼筆其實也有一點彈性 鋼筆也有一點鋼筆 鋼筆是很硬的 沒有彈性的 這樣的一個很硬跟鋼筆的話 如果用鋼筆 你寫在字上 鋼筆就會劃過 會把這個詞給劃過 所以鋼筆有點彈性 當然 我們在這個 硬筆上面的這個硬筆呢 幾乎可以說 它是屬於這個鋼筆的 這種鋼筆的形式 那麼在這個地方 我們一樣有好幾個內容 可以讓你看到 英語書法學習的基礎 英語書法學習的基礎 你可以從這裡把它按出來 它出來以後 就會看到 這個是一個介紹 英語書法學習基礎 那麼 我是覺得這個 你們可以看 也可以不用看 也可以不用看 我們把它回到 之前 再把它回到練習的這個部分 好 等一下 回到練習的這個部分 從楷書這個部分來看 那麼 英語的楷書 也有講解的影片 重點是在 它有楷書的 英語的這一個筆畫 這個筆畫 像這個是橫畫的養飾 你不要看到 這個只是一個橫畫 它這個都是動的 都是寫給你看的 一筆畫可以寫給你看 你只要按一下 我剛剛講的那個 動態的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我這裡一按 它就可以寫給你看 那麼你就可以在這裡了 我這個太粗了 我剛剛沒有掉 好 我們來 從這個 大概一一枚 就可以了 這個這邊寫 這個我看不到 這樣 根據這樣 我們看看這個筆畫 這個是筆畫的一個 一個練習 那你也可以再看看下面 那麼這個下面 它其實還有很多 入手智行 你說智行 這個是一個筆畫的智行 它都有一個一篇的講解 那麼這個是印度的筆智行 等於是一個範體 你可以從解釋範體裡面 把它找出來 那麼就可以根據 這上面的字 這個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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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練習以後 一樣的它也可以寫出來 也可以動態的出來 這個是印度的部分 印度的部分 那印度呢 也有一些 其他的 這個 字型 形書 草書 作品 應用都有 比如說 作品的應用 你可以從這裡去選 選出 一個印度的作品 印度的作品 這是形書 那麼這個形書的作品 你可以稍微細一點 你就可以在這裡跟著它 去練習 跟著它去練習 如果你想看看它這麼寫 你就可以放 放了 我寫給你看 來寫給你看 寫給你看 你再根據它來寫 或者是 你如果覺得太細太小 知不清楚 你就把它放大 放大 然後你就根據這個 練習 這個是印度的部分 那麼 裡面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 我就 讓各位自己去發掘 讓你們各有的事情去發掘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 要談的重點 是在毛筆 重點是在毛筆 所以我們在 四個這個毛筆這裡 毛筆有常用的地方 是這個裡面自己去看 重點在毛筆的基本比方 我們都知道 諸文字號稱有幾萬字 有幾萬的字 這幾萬的字 其實它都是由 非常基本的筆劃去組合的 最基本的筆劃就是 橫術片 納點挑勾 正前復合 我們稱之為就是 其他的筆劃 由基本筆劃再去組合成 或合筆劃 再將這些筆劃 組合出 渡手偏盤 然後再組合成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中文字的幾萬字 幾萬字 所以練習書法的時候 我 那都是從楷書來做的 因為楷書是我們 就常常在用的文字 那麼 書法本身就是在用文字的書寫 然後用毛筆來書寫 那麼如果是文字 你在練它的時候 就不可能去把這幾萬字 就通通通去練習 不管不可能 你要從基本的 那麼這個基本的就是 這一些筆劃如何書寫 才是我們練習書法的一個基礎 一個最基本的 但是如果只是去練習這些筆劃 你也不知道如何去組合來應用 所以我就編了十二個字 我去選了十二個字 運用這十二個字來作為 書法學習的一個基本的地方 書法學習的基本的地方 那麼這個書法學習基本的地方 就是我們上這一個 英明書法課 第一個要練習的內容 第一個練習的內容 我們現在就無法來看看 這十二個字是哪 十二個字 那麼等一下怎麼練習 怎麼書寫 這就是我們今天最重要的課程 那麼這十二個字 我們在這裡給你走這裡 你們到底有沒有一定 因為這個是我後來加進去的 這個就是十二個字 這十二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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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上面去看 每一個字 每一個筆劃 基本上都會在我們所有的中國的字 所謂請問的字 你都會弄到 都可能會弄到 每一個字的這一個系列法 都有一定的 運用 都有一定的運用 這個跟毛筆其實是相似的 跟毛筆是完全一致的 我把它稍微放大一點來看 這個跟毛筆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你根據這樣的一個運用的方法 日後如果有些群將轉入毛筆的話 你會覺得順手 完全一致的 完全一致的 那如果你以前學過好 那你再來用這一個音筆的話 你也一樣可以運用過來 它可以運用過來 兩樣子 是想通的 那麼這個才是叫做 書法學習的一個基本 一個基礎 因為你要知道 有一個方法 你才能夠有能力去寫出 你想要的 筆劃的粗細跟形狀 所以我們在課程上 不管是我講毛筆的書法 或者今天我在這裡 我們用電腦的一筆來學習 也都是會從基本的筆法開始進入 當你基本筆法了解了 然後再進入幫你自己想要寫的指示 或者是指貼的話 你就會很順手 並不是說拿一筆來寫 你就可以隨便去寫 或是把它調會 不是的 我們還是用毛筆的 也就是基本的 要把毛筆的字寫好的方法來練習 那這個方法呢 就是從這個基本筆法來開始 這個是十二個字我給各位看的 那麼現在呢 在各位的電腦裡面 一定會有這一個筆法 一定會有這一個筆法 從我這裡編排的 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這裡編排的是十二個字呢 它是有持續的 從正、平、中 這三個字其實是一個構式 然後先如法、人最有、心之成 這十二個字來練習 那麼這十二個字練習的時候 我們會從各位在你的電腦上面 一筆上面一定有的 就是四字二字一 這是一 正牌基本筆法的一 這個一裡面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正筆 兩個字一面 兩個字一面 兩個字一個畫面 兩個字一個畫面 那我上個細節說 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因為讓各位很順利的 能夠這樣一直接下去 中間不需要有時候打斷 所以我們中間就不休息 中間不休息 那你如果想要過去洗手間 就在這裡 很方便 很方便 出去就去 那你們就是去 就回來 我們再聽 那我們把這個時間 因為我們下課的時候 各位還要關電腦 然後還要把這個衣笔 然後前面來還 上面要簽名 各有一點動作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幾分鐘 休息的時間還給各位 然後我會提前幾分鐘 就下課 然後來處理這些工具 所以各位就 不要講下課中 或者上課中 我們還是繼續 我們還是繼續 那麼在這個上面 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正平兩張兩個字 現在在一頁上 那這是一啊 那還有二還有三 那麼你應該按照 我們現在的這一個順序 你按照這個順序 我們來看 那麼這個順序呢 就是正跟平開始 那麼你先看它怎麼寫 你還是按這個地方 你按 你可以看到 它這樣寫 如果你想慢慢地看 你可以把速度 停下來 把速度調整一下 速度調整一下 慢一點 你如果要慢一點看 你把速度調整 調整以後再按 然後它會繼續走 你看現在速度慢很多了 你也可以給它回覆 回過去再來 你慢慢看 看過以後 了解了 記住了 然後再來練 那麼再來練的時候 怎麼練呢 再來練的話 兩種方法 一個就是根據你現在的這一個 根據你現在的這一個 那麼你就把它回到這裡 回到這裡以後啊 你就把它停 停了以後你就在這上面 直接洗 還有一個方法就是 你從顯示範帖這裡 我們把這鬼關掉 然後從顯示範帖這裡呢 你可以把剛剛講的這一個 毛筆基本笔法 一個叫出來 叫出來以後 就照著上面的這一個字 去寫 那這鬼可能我們可以用 比如說 可以用這個 十 好 看一下 在這個上面 雖然你看不到 它的那個過程 但是這裡很清楚啊 逆風其筆 來告訴你 這個讓你知道 它是逆風 反方向出去 然後按下過來 然後中間在走的時候 是筆要拿得稍微正一點 然後我們最後再回風 這是第一筆 這是第二筆啊 這上面都很清楚地告訴你 然後第三筆 然後第三筆 然後第三 然後第五筆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呢 來進行練習 你要練習幾次的回應 如果你寫壞 寫壞了 你就會一筆過去再寫 就可以了 當然它也可以像橡皮 它一樣把它擦掉 但是你橡皮擦掉 它會 會保留的一個過程 比如說我在這裡啊 我如果剛剛那樣的方式的話呢 那是根本 就是 不會記住說 你有曾經回復再寫過一次 不會的 你看到快點 你看 我們看看第一筆 第二筆 你自己可以看 看你所寫的 是怎麼樣 你可以自己看 你可以自己看 很清楚 可以看 那這個是 我們其實曾經回復 然後再寫一次 那如果你要把它 這一個改一改 改一改 其實很簡單 你會把一個 在這上面 稍微改一改 修一修 改一改修一修 我給你看 這個是 剛剛最後這一筆 我寫過之後呢 我又把它修過了 這個修過 所以我們在辦 伊底書法比賽的時候 它存下來 存下來以後 我們在評審的時候 都要看它的動態 看它的動態 就知道說 它有沒有在上面 描繪過 或者在上面做什麼 我們要不必要多做的事情 有扣分 所以 跟毛筆寫好 然後呈現出來的 不一樣 它有過程 它有過程 這個過程就可以讓我們 在練習的時候 就顯得非常的方便 顯得非常的方便 那這樣子 我們就知道了說 我們在用第一筆 第一個字的時候呢 我是用正根筆 練過之後 你再來找不一樣的 那麼你退席 以後 你可以把這個過程 你可以留下來 你可以把過程留下來 當然你也可以把那個 用那個 隨身碟 把它錄下 錄下 剛剛你用筆打 或者是用筆記打 都可以 那今天 我 說明的 大概前面的說明 我說了很多 我現在你們也在做 那麽現在就是要讓各位 就是要把今天的練習 要把它練習 今天的練習 來練一下 總共十二個字 總共有六音 一頁兩張 你就順著 這上面有說明 你可以照著寫 可以練 然後把它留下來 第一張練過 再練第二張 練第三張 我們沒有限定 我們沒有限定 你今天要練到第一幾張 今天沒有限定 練到第一幾張 但是 下個禮拜 這十二個字 要練 這十二個字 要不要練 這是一個基本的地方 這是很基本的東西 你的基本的地方 練好以後 然後 再往下一個禮拜 第三個禮拜 我就會教各位 怎麼去做一個圖長一下 你把它留下來 然後再告訴你 怎麼去學 你想要學的東西 你去學到 你想要學的東西 就根據這一個比法 然後去應用到 你想學的 那也有範疊 也有想學的內容 告訴你 還有什麼樣的會議區 有什麼樣的不服區的方式 那麼都在下面 現在 從這個字 開始 然後練習到下面 那 有一個 我們在這裡上課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特點 非常重要的特點 任何人 你在這個電腦上面 所練習的 他們都可以 我們學校的電腦 都可以發那個 E-mail 都可以上網 可以發E-mail 你們可以把它 發E-mail給我 發E-mail給我 等一下 告訴你我的帳號 學校的帳號 那我人在這個地方 我就會收到你的帳號 再收到你的這一個 寫的東西 當我收到你寫的內容 我會把它投影出來 投影出來以後 我就直接在上面 幫你批桿 直接在上面幫你批桿 當我幫你批桿 你就知道了 措斗在哪裡 你馬上可以去改正 其他的同學 也可以根據 你所給我的 封給我的 這一個 你所寫的 我給你改的 什麼樣子 對什麼樣的錯 圖訊 也一樣可以看到 然後我把 幫你改過的 我可以寄還給你 同時去寄還給你 你就馬上自己可以收到 你自己可以接一下 這樣 很酷吧 這樣一個批改方式 這個是我們 可以說 也算是非常先進 也算是非常先進 這也只有我們 一筆的這個 書法教學 可以做到這樣 一筆的書法教學 可以做到這樣 那 你們現在先練習 可能還用不到 我來幫你批桿 用不到 我來幫你批桿 我自己先上 我一定要自己先上 這樣我把那個 email帳號告訴你 那你們如果有 要我改的 你就批過來 那就批過來 批過來 我馬上就改 那你批過來的時候 你可以給我 塗檔 也可以給我 那個 動態 都可以 都可以 我這邊都可以接 都可以接 這邊 我已經 進入我的那個 email了 你們可以記 可以記下來 記下來 我的email 我用學校的帳號 學校的帳號 我的前面 數字的 111640 你記下來 111640 那麼 你不要記其他東西給我 你就記你在這裡寫的 你所寫的 你要先把它存檔 先把它存下來 存成動態檔 或者是存成那個 存檔 都可以 你存下來以後 你就 用email寄給我 各位都知道 學校的網 那個 email的那個 那個 那個網址 你們都想 那個地址都知道 我前面是111640 後面都一樣 然後你給我 我在這裡把它收到 收到以後 我們上會 把它放到 一筆裡面 放到一筆裡面 我就直接 直接就投影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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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可以在這上面 來跟各位做批改 做批改 這樣子我就不需要到那裡 告訴你 而是讓其他的同學 都可以一體適用 都可以一體適用 我們這裡也可以 稍微看一下 這個是 就是 之前的同學 之前的同學 他們寫的 他們寫的 那這個 這個不是 基本批刀 基本批刀 更前面 這就是他們 自己寫寫 寫到後面自己 想要寫的內容 這個就是 後面我以後 我就把 作品 他們所寫的寄給我 寄給我 有用email寄給我 寄給我 寄給我就是直接 在這上面改 這個都是我直接 在這上面改的書 改了以後 我就告訴他 然後把這一章 改好了這一章 我就再寄給他 那麼 同步 完全同步 我不曉得 你認不認識 我不是曉得 他是誰 我是隨便抓的 這個是上一次的 課程的時候 我們的同學 他們寫的內容 他們寫的內容 當然不是這個啦 還有很多 也有的 像這個是HDK 我們直接 可以放出來 然後把感應 或者呢 也一起都可以放出來 像這個也是 另外一個同學寫的 像一個同學寫的 他寫了以後 我就告訴他 比如說 你寫的這一件東西 哪裡有什麼不對 然後重點 我們把它放在 落環 整個落環應該怎麼樣 落才對 我們寫起來 改了以後 再寄完給他 這個是我們 在上這個伊底課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 非常重要的特色 我們就善用我們的工具 善用學校的這個網進網 我們這樣子放起來 讓各位學習 可以更快的進步 這個是大概 各位稍微做一個介紹 像這個是圖章 同學做了圖章 做好圖章 我還可以告訴他 你要怎麼樣 要不要去做圖章 然後把圖章 再進完 告訴他 再聽 也有同學 他既然是 這個 英語 我都接受 因為既然是 這個 英語的一個 進階書法 我就不確定說 你一定要寫 什麼樣的動詞 而是 讓你知道說 我們可以善用 我們現在的工具 來進行怎麼樣的學習 其實怎麼樣的學習 那現在 如果有人要寄給我 可以了 可以寄給我了 不過因為 才剛剛練習 剛剛練習 不要連練習都沒有練習 就要寄給我 一定是稍微練習一下 然後再寄給我 寄給我 馬上就會收下 收下馬上就會 讓他放出來 再看一下 再次 我现在讲的比较少,主要让你们练习 如果在学校当中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举手 我刚刚提到,下个星期上课 日本的学生来上课,日本的书法课完全是在教训法论 下午,星期三下午,在文习师中心跟我们激进一场 学生跟学生的书法人的教训法都会有化 在这里,我们现在翻诈的同学,有谁学过书法 对应这样的教育有兴趣? 是非法? 教育 教育 以及什么? 以及教育书法 教育书法 教育书法 有没有其他同学? 有兴趣参加 你如果去,有兴趣 不一定叫你写的,你看看他们写 跟他们说报道一下也可以 再问一个 有没有日文系的? 谷本 有名字的东西可以吗? 刚刚是不是谷教育书法 不是喔 有没有? 都没有啊,那我们学校一个都看不出来吗? 人家来了十几个学生 书法的学生,然后我们这里都没有人 应该有吧? 那个施依凯业,施依凯业施依凯业,施依凯业 不是施依凯业,施依凯业 就是施依凯业 你没有认识学校 你知道的学校哪几个同学 你会帮我推一下吗? 他们看看下个五百三项目 有的参加过比赛也拿过奖金的也有 拿到奖金要有点衣服吗? 帮我看看 如果有多的奖金 最近帮我几个同学 跟他们打打来一谈吗? 在练习品里的时候 我给各位一个建议 一个拼 就是 这个笔 你怎么用力去押 它都不会坏 不容易有坏 因为我们的力量 不容易把它压坏 不容易把它压坏 所以你可以看 你要的笔欢 稍微低一点 就细一点的笔欢 然后用比较重的力量 去感受它的粗心心中 因为你能够笔欢 用得比较粗一点 就是用的是大笔的笔欢 然后你在写的时候 因为它的感应很灵密 所以你在控制的时候 稍微压下去 它就呼呼呼呼 就好粗 提起来就很细 那么粗一点 过粗的在轻重的提案 不容易符合你在写的 你看的一个饭甜的字的出现 你如果用心一点 把它压重一点 可以感受得出它的力量 压下脾气的这个力量的轻重 那这一个部分 请大家稍微应用一下 可以了解一下 我记得要寄给我了 写的要寄给我了 好 怎么样 有些今天挤手一下 我以后去是收 好,好,好 好,好 好,好,好 今天先試試看 先試一根 下個禮拜大概就會有東西了 如果有誰 已經可以幫你改的話 你就寄過來 你寄過來,我建議你 傳給我的說話,就寄動態筆記 先出擋住動態筆記 因為動態筆記,我可以同時 看到你用你的過程 用你的過程 你的過程其實也是 很重要,社會很重要 用這個過程 就寄過來 好,好,好 好,好 好,好 好 好 好,好 好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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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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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